嘿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深深的crypto 節目 今天我們要聊聊 以太幣跟比特幣 還有他們現在的差別 對於這種橫觀的micro的看法 在開始之前我要請大家 加密貨幣投資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話 絕對不要亂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et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我們今天主要會用 Andrew Kang McKenderson Capital創始人所發的一篇 叫做The impact of Ethereum ETF 那這一篇得到非常多的關注 100萬的關注 然後1200的讚 然後303的轉推 140多留言 那這一篇呢 核心在講的一部分 就是關於說為什麼比特幣漲了這麼多 然後以太坊卻沒有漲 然後為什麼現在以太坊的漲 經歷過了以太坊的ETF 卻沒有帶動投資的效應 那其中裡面一塊呢 講到就是關於說 Bitcoin在這種 macro的市場的看法 就是說大部分人怎麼去看比特幣 比特幣現在已經被認定為數位黃金 黃金就不是說我今天因為某種的科技股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看NVIDIA 或是NVIDIA這種AI相關的股票 很多人因為Facebook Meta開始做AI願意去買對不對 但是呢Bitcoin呢 大家就把它當成黃金 黃金最大的特性就是避險嘛對不對 然後呢成為一種硬通貨 全世界都願意接受黃金 同樣的在這裡呢 大家都願意接受Bitcoin 這是為什麼呢 Bitcoin長期呢 都有買家 不管在什麼樣的價格裡面 比如說Tether啊 這個USDT的發行商 在2024年年初的時候呢 就用了52億這個 買了8888顆的這個比特幣 然後呢持有的總比特幣數量 高達52億美金喔 對那這是在2024年 那Tether是之前有公佈過說 他們每年會撥 至少10%的收益呢 去購買比特幣 那每年都是在10億美金左右 購買比特幣 那另外一個就是MicroStrategy MicroStrategy一直在長期 購買比特幣 然後呢現在呢 已經持有了大約是 226331顆比特幣 價值呢是149億美金 然後呢他在今年的時候又再花了 7億美金去購買比特幣 對所以這類型的新聞呢 我們基本上沒有看到出現在 以太幣上面 對我沒有聽到說 XXX大佬持續購買以太幣 對因為以太幣呢他本身呢 的inflation 更強嘛對不對 跟 Bitcoin 比起來 就有點不一樣 我們可以用 還有一個平台可以專門看這個 Ultra Sum Money 可以去看說 以太幣的這個inflation 和他現在的這個 supply 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直上升的 每天大概增加個幾萬顆以太幣 市場上現在總共有 1億2000萬顆的以太幣這樣 好另外我們也看到就是退休基金也去購買 比特幣 Wisconsin這邊有一個退休基金呢 在5月16號的時候 也有公佈他們購買了 1.6億美金的比特幣 所以大家更願意去買 Bitcoin 那為什麼講到macro的觀點呢 因為呢 對於市場呢 怎麼看待以太幣 他們看待以太幣比較像是說 OK這是一個web3的app store 對 那使用以太幣的人可能就用另外一種觀點 或是設置於Solana這些更不用講了 對因為以太幣 市場就是看兩種東西 一種是以太幣 一種就是 比特幣 就這樣 那所有的 Solana Near Sweet Aptos 所有的民意幣呢 都歸類在以太幣這裡面 對不對 因為呢 他們就看這兩個 就這兩個 因為這兩個市場是最大的 然後呢 所以 去解釋什麼 誰的速度快啊 這些他們不在乎 所以只在乎故事 所以Bitcoin就是硬通貨 就是 又是黃金 那以太幣呢 就是web3的app store 有點像我們在看 在看像是 Apple的app store這種感覺 它就是 它就是一個app store 這樣 然後呢 它裡面有DeFi 有這些各種工具 但那都太細了 對 然後另外呢 大家會去看的是說 關於以太坊的這個收益 對不對 我們知道以太坊現在可以做staking嘛 然後年化很高啊 這些的 但是這些呢 核心都只是在於說 這個 這個 Eth 最近的 這個 獎勵 但是這些獎勵並不是長期的 所以說 如果我們去看它的市盈率 PE ratio PS的話呢 就會發現說它 其實是非常 高估的一個產品 對 雖然說它的市值是比特幣的 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左右 但是呢我們在看它spot ETF通過的時候呢 並沒有相對應的量呢去購買 這個 以太幣的 這個ETF 那 另外一點就我們從 GPTC也可以看到 GPTC持有 因為當時以太 比特幣的ETF大概是600億美金 現在是全球第二大的ETF嘛 黃金是第一 第二大就是比特幣 那我們在ETF裡面可以看到說 就是有 大概有 171到200億美金的 ETF呢 是來自於這個 GPTC嘛 那我們把這個換掉 然後呢 再去想一下市場上有很多這種 Delta Neutral Delta Neutral Trade的這個 收益嘛 對 所以說有一部分的ETF呢 是來自於Delta Neutral的 就是來去買spot 你可能是sell future 然後買spot 那 這些呢 我們也把它扣除掉 那我們就只算真正的 Net Inflow 大概是50到100億美金 到 所以這600億裡面 大概就50到100億美金 是真正新的用戶 然後去買比特幣ETF 這樣 那你知道以太坊 以太坊ETF通過的時候 大概原本估是有150億嘛 因為我們說比特幣是 以太幣的價格是 通常和買量通常是比特幣的 三分金或四分金嘛 所以說如果說是600億的 Bitcoin的ETF的買量的話 那理論上以太坊應該要是150億 那我們就一樣扣除 灰度的這個 灰度的這個ETF 然後扣除掉 其他的這些原本持有的這些 還有這些 我們如果去CME上面看這些 的量的話呢 這些 只看open interest這些的話呢 可能 以太坊的ETF實際的量可能連 10億都不到 所以這時候就會發現一點就是說 雖然以太坊的估值呢 跟比特幣大概就是三分之一 通常可能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差別 但是它不管是在買量 或是呢 而且我們現在講不要講太多 是你在交易所上面看到 因為中心化交易所 去中心化交易所上 尤其中心化交易所上的數據 很不準確嘛 因為它不是新的前進 我們現在都要講新的錢 市場要漲一定要有新的錢 就是市場外的錢 那 就連 美國現在最大的 交易ETF的市場來看的話呢 它的買量都這麼低 它的open interest這麼低的情況下 也意味著說 大家可能高估了 以太坊 另外呢 就是關於說 所有的這些進來的 進來的錢呢 它並不會因為說 這些數據看起來比較好 因為如果我們說 上一輪的牛市 就是20 2010年減半 2016年減半的牛市的話 來看的話 以太坊的narrative是 的web3 這個app store 就我們剛剛講的 這是最開始的一個narrative 就是在上面可以發展各種的app 因為比特幣是非圖靈萬倍 以太坊是圖靈萬倍嘛 所以大家可以在上面有各種的app 這是2016年的narrative 你不要 這時候你一定要記得 你不要有認知障礙 就是cognitive biases 就是 對於一些 以太坊有偏見 你不要這樣 去看什麼 裡面有很多這些細微的東西 不要去看這些 就是想 作為唯一一個 大戶 在華爾街 買這些東西的人 他會去看的是 就是大的narrative 這樣 好 2020年 比特幣減半後 以太坊的narrative是 DeFi 去中性化金融 就是出了staking 開始可以進行staking 同樣的以太坊轉為PoS 也可以做staking 所以staking DeFi narrative是最大的 然後再來就是nft nft出圈了 這些華爾街大佬 這些人都會 看球賽 看明星 他的 清盤號都在講 OK出圈了 所以 2020年 爆炸性的牛市 是因為以太坊出圈 DeFi NFT Staking 這三個 2024年有什麼 沒有東西 所以說 以太坊ETF通過 為什麼沒有漲 為什麼 DeFi沒有 沒有變化 對 除了LRT 都只是 good to have 都只是說 加強了一點 民幣 大家其實已經 疲累了 誰在乎 背景 說真的在幣圈以外的人 誰在乎 鏈上數據所有是假的 對不對 所有這些 公鏈沒有人用 對 所以說 所有東西都高估 然後所有東西都是用 錢慢慢的去 去 苟延殘船 對我們看所有的 公鏈 大部分 都是一直給借幣 最知名的比如說 Suite Suite一直把Suite的代幣 去 給 旗下的項目 去輸血 然後讓他們來激勵 這個流動性挖礦者 但是這個流動性挖礦 一旦沒有了 這些機率就會離開 那同樣的 相對應的項目的 幣價就會下跌 就進入死亡螺旋 所有現在的公鏈的 激勵呢 都是用死亡螺旋的方式 去激勵 TVO 那 TVO的挖礦的人 對他們來講當然是一個 紅利嘛 這個紅利 就是 能增加 這些 TVO挖礦的人 但是呢 並不會幫助 生態成長 所以 TVO 是 也意味著說 TVO 不是一個 這個 positive indicator 的 metric 對所以我們不能說 誰誰 TVO就高 因為這些 TVO 沒辦法增加 他們多少收益 好 所以 那回去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 市場 不看好以太坊的 主要原因是什麼 2024年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對他不知道以太坊 什麼新的東西 新的爆炸新的東西 對 他有點像是會做很多事情 但是什麼都不會做 有點像這樣 那我們剛剛最開始講什麼 以太坊代表整個 比特幣以外的幣圈 就是這樣 你不用說 Solana比較快 ZK Sync更好 Blast 怎麼樣 就是以太坊代表整個幣圈 以太坊好這些東西都會好 以太坊不好這些東西都會不好 這樣 所以說 那當然裡面還會有一些小幣 那就是幾百萬美金 幾千萬美金 我們現在講的是 上百億上千億美金的一個 產品 那就是以太坊 對 所以說 你要他起來的話 你需要有一個整個市場性的 破壞性的產品和成長 不然整個市場就是 四個字 苟延殘存 現在大家就是這樣 就是Stay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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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太坊還是會漲 所以 這整個 Narrative 並不是說 看衰 以太幣的價格 當然 一方面是 但是 沒辦法說 現在看衰 明年漲的時候 你就說 幹嗎 這些人講錯 錯 整體是看說 市場 有什麼創新 事實上市場沒有創新 LRT並不是一個創新 LSD並不是一個創新 Fixed Interest Rate Swap 在Pando上 也不是創新 Pando是因為有 Point系統 才起來的 對不對 但是少數 這個零星 是這樣子的 不像是當年 BAYC Azuki 這個 Uniswap 這些 革命性的DeFi創新 對所以 除了DeFi NFT Stay King以外 以太坊 沒有新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故事也沿用到 Solana和其他所有的鏈上面 所以市場要有些新東西 才會有辦法 起來 那 最後 我覺得 我們可能 就是在看 就是 ETH跟BT 就我們看了這張圖 我覺得 整理來講 Bitcoin 應該是會繼續 Outperform 那 但是 到9月 如果我們現在看 整個 VC Fundraising 市場的話 還是很多人在投 但是這些投的 代表 也不是一個好的indicator 所以說 我們得 必須等到 有一個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有點像一個火柴一樣 OK 有一個火這樣進來 這樣起來 就像是我們從去年9月看到市場 一路漲到現在 過去9個月都在漲 但是這也不代表說 以太坊 做得非常好 所以說 他如果真的是要進入超級牛市 像 2020年的話 他必須要有一個 像DeFi 一樣的東西出現 他必須要有一個像 NFT一樣的東西出現 然後讓整個市場再活躍起來 對 而且我覺得值得注意的就是 所有 大家要記得 比特幣跌的時候 所有東西是倍數的跌 對不對 比如說比特幣跌1% 以太坊可能就跌2% 以太坊跌2% 其他項目可能就跌4% 對不對 其他項目跌4% 更小的項目可能就跌8% 他是這樣子下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 以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Sweet Aptos Solana 什麼 Near 所有的 這些公鏈的跌幅可能會更大 而且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大部分公鏈是拿自己的代幣 去激勵生態 去提供流動性 這裡面只要有任何的攻擊 任何的hack 任何的智能合約出現問題 或者流動性不願意繼續激勵的 這些流動的TVL都會出現下跌 所以 沒有一個好的indicator 去證明說這些鏈的必要性 設置以太坊自己都很難證明 所以你想其他鏈要怎麼去證明 現在更要去看的是什麼 我覺得 也是 這幾 這幾週 這幾個月必須要探討出來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 還有好幾個工具是 印產品嘛 但是它的估值可能就不應該設這麼高 所以我們看比如說 LRT賽道是 印需求 就是剛需 我們看到staking的deposit量越來越高 這事實上是幾億美金一直在進來以太坊做staking 但staking的量只佔所有以太坊的流通的25% 所以是四分之一 但這也是一個好消息之一 另外市場上的項目的估值過高 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大部分的項目出去融 零所倉量 都敢融個這種幾億幾億美金的 但如果我們注意看 像 這種 ZeroLand好 TVO 兩億 多美金的這個TVO 它出 它的現在的估值也就 多少我們看 它現在估值也就3600萬美金 所以 我們大概知道說 你如果零所倉量都還敢用 兩三千萬美金估值去融的話 那基本上 doesn't make sense 所以 有些東西undervalue 比如說我們可能看 ZeroLand 這樣可能算undervalue 因為它有幾億美金的所倉量 但回去我們剛剛講的一件事情 就所倉量代表什麼 會不會只是一個短期的激勵 短期的一個現象 對 這也是 很 很現實的一件事情 那 真正有賺錢的幾個項目 也非常零星 比如說 Solana Sound的Pump 對不對 過去 過去幾週 事實上是一直在收益的 我們可以從fee和revenue 它是真的有在收益 每天大概賺五六十萬美金 這樣子的零星項目呢 它就可能是 會有一個更好的一個估值 但我記得他們上一輪 融也是在一億美金左右 所以你想要一個項目 能賺五六十萬美金一天 也只敢用一億美金估值去融 那哪怕是外面那些 什麼項目都沒有融的 敢用一億美金去融 我媽的直覺頭比較壞了 你知道 頭有點問題 所以 大家可能真的要重新審視 就是市場上對於估值的這個模型跟 流動性跟鎖倉 那天還有一項目跟我講說要鎖什麼 一年兩年 他覺得這人腦殘你知道 他就覺得說永久鎖 反正拼一波這樣 然後用代幣去 換各種的服務 但最終這些代幣就是歸零 市場對於這種 High FTP High Flow 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那天 在上週有講過就是說 現在市場上流通非常非常的差 對就是大部分的幣都是鎖著的 然後導致說整個市場大概有 好像500億美金的量沒有賣吧 那這500億裡面絕對不可能賣500億了 所以你要想 所有你現在看的估值呢 它只有少數的資金去撐起來 比如說那幾天 幾個項目漲到10億 可能賣一下3000萬就歸零了 對所以 市場上絕對沒有 這麼大的量去買 然後 一個項目能買 另外一項目可能就買不了 所以 有很多 要去想看去看的 好 最後想請大家加密貿易投資 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話絕對不要亂碰 今天講的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it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我們一樣會把這每一個連結 放在底下 供大家去參考和去看 我反正覺得 一樣 每天學習 市場變動很快 今天看雖然明天搞不好就看好了 但是 你如果只是天天這邊開個10倍槓桿 那邊開100倍槓桿 我覺得 這種東西你永遠都很難去抓對市場 所以 Macro來看 長期來看的話 Of course 是 我覺得是Outpace 其他的 但是 進場的時間很重要 就像如果你是去年9月之前進場 It's way better than 後面 所以 那怎麼去抓這種時候呢 通常discount 的時候就是 when there's blood on the stream 感覺現在大家是開始 在流血了 那 你可以等到市場 血流的更多的時候 再決定要不要 進場 對不對 那 過去7天 都是跌的 可是你看喔 如果是過去一個月 就沒有 過去一個月是跌的 OK 等一下 他這有在動嗎 過去一個月跌更慘 所以OK開始跌的蠻多 大部分 小幣都跌到25%了 所以 You know what 你可以再等一下 我覺得 就是 Only buy when there's a lot of blood on the street 就市場就是 遍體淋傷的時候 對 不要天天就很傻 大家在很開心的時候 才進去買 這樣 好而且很難去 Time the market correctly 我們在3月4月的時候也說 差不多可以收手 領一些出來了 你可以看 AK有幾篇文 就很多人說 他去買房子啊 之類 Secure a nice house 我跟你講 其實最終你要想在幣圈做 我常聽人家講在幣圈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 就是 就你最終最終你就是要還掉你的債 然後呢 過一個好生活 然後呢 雖然買房有 有些人是 無房主義 有些人有房主義 我覺得 不要做個無可蝸牛 就是還是要有個房子這樣 然後 才有辦法居在市場上面 那不用每次都想要賺很多很多錢 穩穩的賺就行了 我在前面有 有發一篇就是關於 呃我過去這個 過去 10年 我其實在幣圈更久 我在幣圈已經13年了 就是從11年到現在 但是我大概有講一下 我拍片介紹 和開始有出來在市場認識人的一些 經歷喔 我可以跟你們講就是說 其實 看過很多人 就是 殞落這樣子 那 在市場上你唯一能存活下去的地方 就是你必須要找到一個方式 那這個方式 其實最終 最 最簡單簡化來講 就是你要有 子彈 一直要留著 對就有點像 你要打Poker一樣 如果入場是 一塊錢好了 那你現在數上一百塊 你就是 把這一百塊延長的使用 不要今天輸完一塊 明天再放兩塊 輸完兩塊明天再放十塊 不要這樣子 對你會發現延長的用 你會在 時間裡面會有一些奇異的 點出現 來 促使你獲得更多資金 對所以 不是所有東西都是 一體兩面 有點說 OK 一塊進去 輸了兩塊 兩塊 就是拼一波 然後 再會 因為一塊 NO 因為 如果你在不同的時機點 投入那一塊的話 他可能可以 幫助你獲得 10塊 或是100塊 所以 這很重要 因為每一個時期 都有不同的產物 就有點像我在11年 買的Bitcoin 當時到Mt. Gox 到那些事件後 我基本上 Bitcoin沒有成長多少 價格有上漲了 但是 基本沒有賺多少 但是我在 1819年的時候遇到DeFi 對同樣的那一塊錢入場 有點像我們把每年都當成一個Poker 同樣的那一年入場 卻有了 一萬倍的這種 變數 所以說 天時地利緣和 要很相信這一點 然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未來可以再專門做一集 講這1000集發生的事情 還有過去10年 在币圈闖蕩的一些經驗 對 Andrea是我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 You know One of the few 我會說是真的很好的一個 好兄弟 這樣 然後 我們也 就是 經歷過很多事情 我可能在 我可能在1000集 那裡面在講好 但 總而言之 我覺得我們在看市場的時候 很多時候 但現在不一樣 因為資金量變大 還有他也是比較 actively在交易的這種角色 但是 我也認為 Andre 最大的來源不是交易 也是來自於說他 一直有留著後手 然後呢 入場 對 所以說比如說最後也是賭對了19年的Rune Thorchain 這些DeFi的賽道 所以 所以交易 我認為大部分我認識的大佬都不是交易 起來的 就少數因為交易 賺很多 通常 但是 但是必須得講就是說 當你達到比如說A9以上的話 交易會是你主要賺錢的來源 但是A9也有一些是比較佛心的態度去賺錢 對 因為 我 Mark Cuban有講過一句話 就是當他把公司賣給Yahoo的時候 他就是把Cash out 你知道拿10億美金在手上 因為人生不需要更多 超過10億 當然他會後來賺了更多錢 但你只要有10億美金在手上 然後你好好的去 經營他 你 就可以看到很多機會 所以 我覺得我有點是這樣 就是當你賺到一個 那種A819的情況下的時候 其實 你 就是在看那些機會 對 你在看那些機會 平常你就是佛 佛心作 比如說佛心做影片 然後一直認識新的項目 因為 因為如果你交易的話 就有時候真的是 起伏會很大 我有朋友一天 虧掉5000萬美金 就是當天直接打給我 對 然後我有朋友FTX 當天虧6000萬美金 對 那我FTX虧很多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有做好 一些資產的佈局 就像我剛剛講買房 我覺得是 我真的覺得雖然房價 是一個很那個事情 但是我覺得在各國買房 還是一個 得做的一件事 因為你會比較好的 讓自己 放心 然後不要做個無可掛牛 然後再來我覺得國債 是一個不錯的東西 比如說你買1000萬美金的國債 你一年也有 50萬美金的收入 對或是更高 涉及到100萬美金 對 所以 你要付 不管是貸款利息 什麼都 綽綽有餘 然後 再來就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 那我們講金額少一點 10萬美金也是一樣 對 所以這種東西你可以 儘管的去 去放大或是縮小 然後 你就會更好去面對上 所以很多人說 我的Bitcoin到底 那天有人問我說 這是Bitcoin的步道子 Fuck man 我買Bitcoin的時候 他可能都還沒 不知道Bitcoin是什麼 但我得講 就我從來 就是 這Andrew也常質疑我這個事情 就是為什麼我 以太幣跟Bitcoin拿這麼久 因為Andrew是一個Trader 他會一直Trader 我Bitcoin就是一直拿著 就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就是 有兩個幣 我就一直拿著 但CRV也是一種 就是 有些項目 你跟大家有一點感情後 你也不太會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我跟很多項目方講 就是感情很重要 就是你要去維護 跟你的投資人 和買你幣的人的感情 對 尤其是大戶 因為大戶持有很久 對不對 那散戶當然也持有久 但大戶你更知道 不能散戶太多人 你要更知道怎麼去維護 B&B就把這個做很好 不然B&B今天不會是最強的 送什麼獎品 我這邊超多B&B的東西 所以藏起來 維護在B&B的這個 產品裡面 那 所以對於我們散戶來講 對於用戶來講的話 你可以有一部分 我覺得交易最終都是 簡化 簡化再簡化 那我在 影片回顧的時候 10年回顧的時候可以再講 但 簡化最終的簡化就是 還是一樣 你前面有好幾個籃子 對不對 你就把 當Poker的這個比喻 想成是雞蛋 你的雞蛋 可以放到不同籃子裡面 你也可以選擇放一個籃子 放一個籃子 你的倍數可能更高 但你風險更大 我都是建議放 好幾個籃子裡面 設置100個籃子 你要記得你的生活 也是不同的籃子 你的爸媽 你的兄弟姐妹 可能會有負債 那些都是一個籃子 你要怎麼去分配這些東西 來確保 再來就是 你要怎麼斜槓增加你的機會 你的機會 來自於很多地方 那 就是要一直斜槓 一直斜槓 對市場的 這種靈活 靈敏度 才會了解 對不對 不然你媽的 你都不會認識到名文 不會認識到符文 不會認識到LRT EigenLayer 這些項目 對不對 所以說 人家說幹嘛一直拍 不一直拍怎麼知道 大家的目標不是要成為 unicorn嗎 對不對 所以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我們這一集講了非常多 我們下一期見 大家如果覺得這種影片太長的話 在底下留言給我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也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然後 我們有寫一篇文章 我也會放在介紹欄裡面 就是講解了很多 我們過去 很多東西我都miss掉 但是這個我會專門再拍一集 好了 那我們自己接到照 拜拜 但是這次是報告的 我會突然知道 如果你有寫一張 這裡有寫一張 就說 我會建議 自己所詐 會